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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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副秘书长和之前的郑永金家族联手炒作绿店等等的这些 他就说这些都是绿油油 他就问说民进党有哪个立委敢讲吗 好 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反攻了 我们看到因为蓝白就开始聚焦反贪腐的议题 也让赖清德父辈受敌 所以赖清德就说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该办就办 该查就查 可是民进党就出招了要反攻反手为攻 他们就开始公布了这个议题影片 说侯友遗憾黑道的关系 想要把贪腐黑金的这个标签 扣在侯友遗憾国民党身上 那当然这个大家要想想看 这执政是这几年有多少重大的疑案 现在真相还未明呢 黄国昌就在台南的时候爆料 他说我们看看打炸的办公室主任受邀回国 结果上任第一天 我没有人可以这么好吗 才工作第一天马上请病假 而且这个假单已经排到了12月31号了 等于九成的时间都在请假 那民进党的打贪打炸 其实都是一个骗数吗 选举快到了 开始有一些不同的PIP招数都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绿营就说41个里长 到大陆完 结果呢被约谈了 所以蓝营就呛啊 说这是司法在介入选举吗 罗志强就酸说直航后发现 台湾没有被木马屠城 反而是里长被民进党给屠村了 为什么呢 这难道是搞绿色恐怖吗 比大陆还要专制吗 不能够去玩吗 那游淑惠还指出说 这时间点太刚好了吧 因为呢 刚好就是罗志强竞选总部成立的前一天 所以呢 这个一调查下去 很多里长可能也没有办法到现场来支持了 另外是呢 许巧鑫也说这个根本就是奥薄喔 她说这是绿色恐怖喔 那她的对手许淑华怎么回应呢 就说中央政府啊 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样的动作 北检是谁发号施令的 那她也认为她们要对外讲清楚 讲明白 北检到底是谁呢 好我们就来帮大家找一下喔 北检根本就是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 所以她也是中央政府所管的 好如果说呢 连到对岸去玩都没有办法的话 现在就被挖出来了 说那你看看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喔 她呢曾经出现在这个两岸文化联谊行 而且呢还有所谓的两岸嘉宾一起高唱喔 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这个画面也被曝光了喔 那许巧鑫就呛说 林楚英啊她是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 而且还连任在民进党今年的安全名单当中 老公呢甚至还是陆委会的副主委喔 就算她过去拍抖音看爱奇艺 然后买淘宝这些 然后现在还被发现逗大陆喔 那当然不是说做这件事情是不行的 只是说如果你用这么严格的标准看别人的话 那自己呢自己难道不用被检讨吗 林楚英的回应是说 国民党不要竹竿豆菜刀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这是她2014年被当时的电视台到这个大陆 去参加媒体的联合参访团的活动 还呛说国民党觉得有不法就欢迎检举 他也会愿意接受调查 先请教兵哥 怎么看说我现在这个绿营的贪腐议题 现在好像民进党也开始要反手为攻了 开始把这个贪腐的议题 扣在这个国民党身上 其实这不叫反手为攻了 这是因为他知道民党的贪腐已经深入人心 他们很怕这个到最后 变压垮民党执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他企图用这种 就是抹黑战术 破脏水战术 至少要把让一般民众觉得说 不是只有我们民党黑 国民党也是一样黑 转移焦点 对 就是转移焦点 就是希望把大家打成一片漆黑 这样子就不会凸显出民党 是个黑金政党 这是他们的目的 可是这招会有用吗 你去拿一些成年旧案出来 问题是人民在乎 或者是现在当前的问题 你没办法解决 你当前民党就是跟黑金有勾结 你的光电弊案说不清楚 你的八大枪到底是搞什么鬼 你民党内一大堆这些 跟情色牵涉在一起的 跟黑金牵涉在一起的人 你怎么去做辩解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破脏水的战术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只是表示这些黑金的勾结 真的打到民党的痛处 所以民党急于撇清而已 我是觉得 时中这个人满趣味 哪壶不开提哪壶 整个民党政府 现在都希望忘掉高端这件事 假设跟我没有这件事情發生 结果你还要帮自己辩护 还在那边讲说 这个高端当年多棒多好 事实就是高端就是个 不能打的废物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们不是宣称 他通过三期检验了 那为什么巴拉圭 人家帮你做检验 他们认证做完三期的 结果巴拉圭一记都不敢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到底怎么回事 连你要送人家 人家都不要 请问一下到底干什么 然后你们吹的跟真的一样 不是说去WTO做团结实验了吗 实验的结果呢 到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也没有 所以就是因为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黑箱作业 都在那边全力 整个政府全力幫高端护航 人民才会对高端产生质疑 不然的话 谁不愿意 台湾有自己的自产疫苗 当然愿意 但是你整个过程不透明 不公开 然后硬去这样恶搞的结果 结果高端是被你们活活害死 弄到大家都不敢打 就只有那一百多万人敢打 其他人都不敢打 你们自己要去检讨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还在硬扯这些东西 我觉得陈时中真的是超级不会选举的 我看每一次他出来站台 我看台下人都捏一把很害 不知道他又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至于说现在这些里长 人家里长自费去大陆观光 请问一下到底犯了谁 我们的国安无法理由哪一条 讲说去中国大陆旅游是犯法 为什么去中国大陆旅游 就必须要接受检调的调查 这是摆明的绿色恐怖 然后民进党大家都不敢讲 然后许说还在那边撇心 说不是中央的责任 他就归你中央管 就是你中央带头的 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许淑花你连地检署 这些东西全部是归中央负责 你都不知道 你不会认为这是台北市政府的事 所以这到底在胡扯什么东西 想要这种转移目标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 我是觉得民进党干这件事干得漂亮 但是你不要只约台北市的 你把中南部的里长 我相信中南部里长去过大陆的大耳人寨 只要去过了全部接受调查 你敢做这件事吗 选举的当口了 你还在玩这种绿色恐怖 你可以玩 继续去玩 看你会玩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必须说 两岸之间的交流 本来没有什么了不得 林楚英去到大陆去交流 虽然我刚还努力查了一下 3C为什么会有纳鲁安 我现在查不出来 为什么3C有个纳鲁安 我是不知道 但是两岸之间 大家能够和乐融融 能够彼此之间放下一些陈见 能够彼此之间交流 这都是好事 我们赞成这样的举动 可是问题是在于 我觉得林楚英根本划错重点 她说我没有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没有违法 你们可以去检局 我们不是在质疑你去不对 你搞错了 我们是在质疑 为什么你可以去 别人不能去 问题是在这里 林楚英你搞清楚没有 为什么你可以去跟中央大陆交流 还唱什么3C纳鲁安 那为什么人家里长自掏腰包去旅行 回来就要接受调查 请问一下林楚英 你去大陆回来之后 有没有调查你 为什么没调查你 你看起来你跟中央大陆勾结的更深 你都帮他们掰出一个3C纳鲁安了 不是吗 那你才应该要接受调查 那为什么是那些里长要接受调查 所以不要每一次到选举 就搞这种小动作 老实说今年风向整个不对 你们要搞这种仇宗的东西 搞不起来的 民进党你要这样搞 我是非常乐见 因为搞得越多 只会让七成人的选民 对你们越失望而已 杰大使来 怎么看是不是又只剩下抗中跑台牌 现在就剩下抗中跑台 而且越搞越离谱 里长去一趟大陆 就已经这样干约谈了 还有已经被收押的 最近民进党偷偷摸收押不少人 都是在搞什么 搞绿色恐怖 跟大陆有交流 那林楚音交流就不行 林楚音还上台唱歌 唱歌 最后的那个歌词是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团结起来相亲相爱 对 台湾人跟大陆人都是一家人 这不是违反了民进党的这些教条吗 对 别人去一趟 你就给他收押 那林楚音在台上唱歌 你为什么不把他收押 不把他这个 还给他提名到不分区的 这个前面的名单 安全名单 所以民进党摆明就是说 他做的就没事 别人就不行 有绿色党政真的是 可以说是为非作歹也没事 只要你没有绿色党政 他今天说可以 明天说你不行你就关起来了 这就是这什么 这民主吗 这进步吗 这就是独裁霸道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百名的搞恐怖 以前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了 我们在台湾土生土长 没有看到这种政权 对不对 一选举起来 哇 台湾就开倒车一百年 对 他们不是当皇帝在做吗 民进党哪一个不是当皇帝 自己在那边做 他说可以就可以 他说不行就不行 他行你就是不行 就是这样 所以这次他们选情 为什么这样子 自己基本盘都要跑掉了 就是自己拿到权力以后 做得太过头了 对 一点原则都没有 还口口声声民主 那你说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贪腐的问题 这还需要再辩论吗 尤锡坤已经讲了 那个廉耻 那个是属于君主时代的事情 意思就是民主时代不需要廉耻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廉不辞 对 做了那么久不廉不辞的 对我们难道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跟台湾这个土地没有关系吗 新冠疫情的时候 要什么缺什么 要什么时候就搞一个国家队出来 结果小吃摊 然后像这个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没有业绩的 突然冒出来 他说他可以做疫苗 然后最后快筛 也是一大堆什么 不要哪里名不见金钻的绿油油 就出来这样 大笔大笔把我们的预算把它吃掉 吃掉多少 八千亿台币 八千亿台币 这种已经贪腐 不是普通的贪腐 是世界级的 是空前绝后的贪腐 空前绝后 起码在台湾 这四百年历史上 没有看到一个政党跟一个政府 摊成这个样子 而且都怎么样 人家过去是什么 人家是摊财 塌陷什么 他不但摊财他还要什么 要人的命 因为趁大家都怎么样 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威胁下 他们是赚钱第一 多少人拿不到疫苗 丧失了生命 多少家庭造成 无可回复的悲剧 所以呢 这个事情 不要现在选举炒一炒 我跟你讲 民进党下台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拿出来 一个个调查 还给那些 被民进党贪腐 失去生命的那些人 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这个他自己不要廉耻 对不对 认为廉耻是君主时代 他们是民主时代 不要廉耻 可你也不能这样子 你这个不是谋财 你这已经是害命了 趁着国难发国难财 那更不要说了 台湾现在台南 为什么 为什么赖清德在台南 现在受不到人家的欢迎 就是你们这光电搞的 你把我们台南 那个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这个 产炎的地方 搞了一大堆光电的那些面板 在里面搞的老百姓 没办法过日子 那个光害 那些环境的迫害 比你其他的东西要 不要重多少倍 现在台湾很多地方 好好的一片森林 把你把你搞成光头 干嘛 去种电 这个是绿电吗 你砍树就不叫绿电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心里面 只有钱 只有什么 权 权可以换钱 钱可以换权 就是玩这两样东西 这么多年了我们老早看清楚了 今年谁要投票给他的话 真的 就是 自觉坟墓 我们台湾人要深入 要深入就是把民进党 把他 不但把他下架 还要把他的责任 他吞出的钱 一个个都要吐出来 建长 怎么看说我们未来到 中国大陆游玩是要紧张了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最近几任总统 就任之后 通常在百日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标准 就是总统百日政绩的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到底从何而来 就是来自于这本书 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七门课 这七门课不是小建长的吊书袋 也就是他讲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也就是总统人品贵重 领导人掌握国家 然后必须控制私欲 那不是只有自己的私欲而已 而且还有你的幕僚 也就是你下面的这些团队 也要遵行不渝 那刚刚无论是兵戈 无论是大使 都已经讲了非常多了 赖清德副总统本人可能没有 可是他下面的人呢 但是第二件事情 他讲到目标很清楚 我们现在闭起眼睛来想一想 那个赖副总统的这个团队 他们给了我们就未来的四年 有什么愿景吗 好像没有 只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在万里的那个家而已 而且一讲到那个家他就开始哭 总统应该要对全国表明 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后让民众能够团结 这个时候就像刚刚作恒所提问的 我们面对这么大的威胁的时候 全国才能够团结一心 那问题是有吗 没有 那我必须这么讲 其实我们来讲到这一个侯友仪跟赵上康 这个搭配 他们已经提出非常多动人的一个政策了 第一个我们先讲到说 我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就在这个节目 也就是在新闻大白话我才讲到说 其实我们要解决现在国家的一个问题的话 从年轻人下手不是 不是说要政策买票 是要解决系统动力的问题 也就是学贷免除利息 而且塑及既往 没想到 无巧不成书 马上在昨天就提出了 学贷免利息 青年后康顾 就立刻出现了这一个政策 这个出台其实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想到我们有多少的学子 从南部上来念台北的 那例如说台大 例如说清华 例如说交大 他们在南部的家里头都觉得 他们在台北的生活费没有办法支持 这个时候就要靠学贷 然后人还刚毕业就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更不要忘了 有关于巴士量表的问题 解决了多少家庭的问题 是所以当然 这个2024也是要比政策 还有刚刚讲到说 做总统人不能有贪念 我们休息下马上回来 我们休息下马上回来